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蛋黄菌南瓜的做法 带香浓郁,特别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南瓜 从中间切开 然后把皮去掉 用刀切成四分 切好后把里面的瘾片去不要 然后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长条 南瓜条尽量切大一点 如果切的太小的话会碎掉 切好后放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四个蒸熟的咸鸭蛋黄 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捣碎 这是我买的成品咸鸭蛋黄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 下面开始烹饪 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然后倒入切好的南瓜条 水开后焯水30秒 30秒后把南瓜条捞出来 南瓜条不易焯水时间过长 捞出来后立马放在凉水中冲凉 冲凉后把它放在罩里中控干水分 下面开始给南瓜条排粉 倒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第一次少倒一点 把南瓜条和淀粉翻拌一下 第二次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继续翻拌均匀 让每一根南瓜条都裹上玉米淀粉 下面开始炸南瓜条 起锅烧油 油温提成热 倒入排泡粉的南瓜条 用筷子把粘连在一起的抖散 南瓜条炸至时间在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我们用照理把炸好的南瓜条捞出来 捞出来后把里面的油控干 然后把油倒进油缸里面 油倒完后我们把锅清洗干净 锅内再加入少量低油 这次油倒的有点多 大家可以减去三分之二 然后倒入捣碎的咸鸭蛋黄 这时候一定要开小火 用勺子把咸鸭蛋黄搅拌成起大磨状态 这时候立马关火 防止鸭蛋黄糊锅 倒入炸好的南瓜条 快速翻炸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淡香浓郁的淡黄军南瓜就做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是阿俊 每天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